但是气镜头突然一阵晃动 画面变得模糊 14号凌晨嘉义一竹箱发生有感地震 许多居民睡梦中惊醒 因为短短20秒就连续摇了两次 第一起是2点39分7秒规模3.7 紧接着26秒规模4.2 这一区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断层带 那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盲断层 或者是未知的一些破碎地区 嘉义一连几天多达10次地震 规模最大4.9 当地居民担心是梅山断层活动前照 梅山地震的位置会距离在这个布袋地震 有一点距离而且偏北 因此我们目前先研判是跟梅山断层无关 近期全台地震不断 一位民间预言家王明仁 脸书发文预测 13号到15号 嘉南高平恐有致灾地震 不过历年来他常分析地震资讯 2018年遭民众检举 还被气象署以没有科学根据提出警告 事后转入不公开社团 持续预言地震 希望民众尽量以科学的角度 或者是明确的时间点地点规模 还有影响的范围来做告知 那告知的话呢 还是以我们气象署地震中心发布为主 不过根据气象法规定 擅自发布地震预报 最高可处100万罚环 而对于最近嘉义频繁地震 专家提醒台南新营也要注意 台湾本市耗发地震区域 后续不排除还有地震 民众仍要做好防震准备 三连新闻 张伯伟省外一道国省 一身去找主家一台北